在云南,总有一片秋色,你不可错过 天气转凉,云南的各地也迎来了秋天 虽然是彩云之难,但云南很多地方都是在云贵高原之上 很多地方四季分明,在冬天能见到雪,也不是什么稀罕事 然而对于我来说,在云南各种小镇中 秋色No.1,绝对是这里 没错,这里就是沙溪古镇 沙溪古镇位于大理州建川县的东部 地处大理、丽江、香格里拉三大旅游区之间 在古时,这里也是茶马古道重要的驿站 虽然今天的沙溪古镇可能远不如当年的繁华 但游走在其中,你或许才能感受到 这里才是古镇真正的模样 古镇中的古戏台,斯登街 似乎都在诉说着他那段值得铭记的历史 2002年,沙溪斯登街被列入世界纪念性建筑基金会 值得关注的100个世界宾威遗址名录 从此也让沙溪古镇焕发出了新的生机 这个秋天就来这儿逛逛吧 看着逐渐变黄的树木漫步在沙溪古镇中 云南的慢生活在这儿又有了全新的演绎 沙溪古镇,中国历史文化名镇,沙溪 怎么还有个集市啊,在里边平时摆的吧 哎呀,啥都有 好多呀,这边 这是一个日常的集市,应该是 这边有尔斯啊,炸羊玉啊 还有他们本地种的乌花果 没了吧 没人 我也找这个 现在在这个 司宫街这边 我再去找一遍那个 我觉得应该还是那个位置吧 现在应该没有 这边游客也不是太多 还是稍微有一些 看看这边有没有 还是没找到 哎呀 这个面包在哪里 这边那个面包店还有吗 面包店 那个 白回去 白到那边 黄龙村 黄龙村啊 对 黄龙村 离这儿远吗 对面的那个厂子 哦 咱又去问了一下 他们已经搬到那边村里了 那就去那边村里面看一下 我去洗个毛巾去 看一下 很多人都在这儿 乐到 有尸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